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九百一十九回 今月神色不变 树根玉纸一幅和尚的那几片脆叶 顿时啊绿芒大放 这些树叶被他轻巧的拿下了 呼吱一声 没有了树片灵叶的这样 赤红的木盒呢 竟一下子熊熊的燃烧了起来 化为了一团赤红的火球 今月单手拖着此火 却若无其事的这么一抖 火光一脸之下 从中献出了一个半尺长的赤红卷轴出来 卷轴两端呢 各有一个一青一红 两个鬼头咬在那里 栩栩如生如同活的一般 口中恋恋有词 将卷轴往身前一抛 顿时稳稳的漂浮在了低空处 接着少女背后双翅中 一枝一扇 一根羽翅化为了一道金芒 急事而出 一闪即逝 没入到的卷轴当中 石长老 一等夜出手 解开封印吧 少女施法完毕 转手 冲着黑袍男子说道 这是关系的本族存亡 我等自该会尽全力的 黑袍男子微微一笑 背后乌斥 同样一道黑光射出 也将一只黑鱼 射入到了卷轴当中 至于赤须老者和美妇 不等少女主动说什么 做出了一般无二的举动 一下子吸入了四名天鹏族 长老林雨的卷轴 终于呢 在空中起的变化 通体红光一闪之下 他一下子膨胀了数倍 同时呢 两端鬼头紧闭双目 一下子张开了 露出了鲜红如血的眼珠 两口一松 原本呢 被镇住卷轴 终于朝下展开了 书卷上 红蒙蒙的光辖闪动 并有无数大小不一的符号 在上面是翻滚不定 寒历幕中 蓝芒一闪 相似卷轴上的内容 看得是清清楚楚呢 在红光散上赫然是密密麻麻的小字 多半呢都是一个个人名 在卷轴的顶端呢 则用飞灵族的文字书写着天鹏之士 四个金色大字 下面呢则书写有还有诗约内容的淡颜色的文字 内容和那些天鹏族点击记载的是一般无二 再往下呢则是一排排的黑青色的人名 汉利神念往此卷轴上小心的一扫 结果呀 刚一接触上面的红霞 就突然有一长长的亲鸣 从卷轴上发出 随即呢 光霞一阵翻滚 从卷轴上飞出了一只青色的大鸟的虚影 刚一飞出来的时候 只有池水大小 但是马上通体灵光大放 一下子呢 就变得山岳般高大 将整座大殿都填满了大半 将汉利等人呢 全都遮掩在了旗下 汉利和白碧等人一惊 金月等几名长老则不动声色 似乎啊 并非是第一次见此惊人的景象 退 金月单手一抬 手中多出了一面青茫茫的铜镜 对鸟影呢 只是一晃 顿时 此虚影一一声低鸣 身形马上寸寸的碎裂 最终化为了一股青霞 投入到了卷轴当中 你用自己的精血 在上面数明吧 一定要用自己的真名 否则被誓约反噬的话 谁也没有办法救你的 金月将铜镜一收 冲汉利大有深意地说道 汉利一领啊 原本有的一点其他意思 终于暂时放置在了脑后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大步走了上来 张口喷出了一根金丝 星光一闪 在一根手指上滑出了一个小口 全身凌厉一催之下 就从山口中逼出了一滴淡金色的精血出来 那名原本呆坐的石长老 目露一丝奇色出来 怎么 石长老发现了什么不妥之处吗 啊 齿虚老者手脸虚然地问道 没什么 这寒道友大概修炼什么特殊的功法 或者吞噬过一些异果吧 否则精血不会呈现此种颜色的 黑袍男子迟疑一下 缓缓地说道 这倒是啊 这金色精血的确非常少见 但大半都是肉身强横到一定程度之后 才会出现的异变吧 老者目光在韩力身上一扫 若有所思地说道 黑袍男子一笑 不再接口说什么 这个时候呢 韩力已经凑到了卷轴跟前 立刻呢 没入其中 再一闪 就化为了黑青色文字 重新浮现而出 干枯无光 仿佛呢 已经书写了无数年的样子 与此同时呢 韩力隐隐地感到 原神仿佛被什么东西注视了一下 但立刻 马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韩力心中一惊 看来这天鹏之势 果然是有些门道啊 他越是这样 他反而越放心 有些东西的束缚 想来天鹏族这些长老 在想过河拆桥的时候 也是大为不义的 不提韩力这边 心里暗自嘀咕不停 今夜此女 一等他写完名字 立刻施法冲卷轴一点啊 此物 一颤之下 往上空飞快的一卷 重新的化为了一根卷轴 两只鬼头移动之下 再咬住了两端 在单手一招 卷竹缩小之后 直接飞到了少女的跑袖之中 好了 既然此事已了 下面由序长老说一下 地渊试炼之事 和在此接签 需要小心注意的地方 你们仔细记着 说不定哪一句话 在试炼中 会救下你们小面的 少女 少女将卷轴收起了之后 这些巨鸟 从圣城大门处 一飞而出 然后飞出尽至 直奔某个方向 一飞而去 在其中一只大鸟身上 赫然端坐着含吏 这些白鸟 双翅一扇 就一下子顿出 二十余丈远去 几个山洞之后 就飞至到了天边尽头处 化为了数个黑点 在一闪之后呢 就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三个月之后 一座巨峰的顶上 一大片翠绿的建筑中的 巨大的广场四中 立着百余名代翅的 飞灵族人 在中间 有一只鲜鹤般的大鸟 和一头浑身色彩斑斓的怪鸟 在半空当中呢 正施展神通 互相争斗着 那只鲜鹤 动作奇怪无比 一抓一啄之相 不断的发出 痴痴的破空之声 一看就是激励异常的样子 而斑驳的怪鸟呢 头上独角 背上四翅 浑身的都被一股彩霞包裹其中 任凭仙鹤 何种攻击落在光辖上 都若无其事的承接了下来 仙鹤见此大怒 突然向后倒飞出去数十丈啊 然后双翅对准了斑斓怪鸟同时一扇 顿时数十根长灵击射而出 然后在途中一晃 一下子就化为了数十口鸣黄黄的利刃啊 一闪及射之后就同时扎到了对面的光辖之上 艳丽的光辖纵然神妙万分 但被如此多的利刃同时击倒 也终于发出了一声闷哼啊 剧烈的颤动了起来 一副要被强行封开的样子 仙鹤见此心中大喜 刚想了再次施法推动那些利刃的时候 对面的怪鸟口中却忽然发出了一声歼鸣 一张口一股黄蜂狂涌而出 所过之处将那些利刃给吹得是东倒西歪 滴溜溜的在半空中转动不停 彻底的失去了控制 仙鹤一惊也同样的一张口 一道乳白色的光柱一闪喷出 瞬间洞穿了狂风 到了怪鸟身前处 怪鸟一对紫色的眼珠一芒一闪 头顶上的黑色独角鸿芒闪动 竟也喷出了一道红光出去 正好呢和光柱撞到了一起 轰隆隆一声之后 两者同归于尽了 寻寻 我看你还有什么神通 尽管施展出来好了 若是没有的话 在下可就要出手了 从怪鸟口中竟然吐出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哼 你们也不过就这几种神通而已 又能拿我怎么样啊 从仙鹤的口中 同样传出了一声冷冰冰的话语 好 那就让阁下见识一下 被人心修炼而成的神通 乖鸟不客气的说道 随即那四尺同时一抖 人呢就在一片幻光中 竟一下子幻化成了一口黄色胀血雷高 是样古朴的大众 不好 一见此景呢 不少人当即一惊 后退起来 只有其中一些自知修为身高之人 站在原地味动一下 黄众只是自行一晃 一声沉闷的钟音爆发而出 所有听到此音的人呢 全部脑子嗡鸣一声 大受影响起来 迎头正面 接下此中大半微能的鲜鹤 竟然一声不吭的 一头从空中栽倒下去 同时啊 这身上白光一闪 一下子就化为了一名三十来岁的 非灵族男子 一身白袍 附近人群中啊 也匆忙的飞出了另一名非灵族人 一把将男子接住 然后轻飘飘的把他放下了 黄中一晃 直接化为了另一名灶袍青年 冲着下方一抱拳 口中平静的说了一句 承让 那名化为鲜鹤的男子 这才清醒过来 一离开同伴的相掺 脸色难看得望向空中的灶袍青年 细看之下 化身鲜鹤的男子 和刚才按住他的非灵族人 相貌和普通人族呢 大有不同之处 面容和人族相似 但是两耳尖尖 天灵盖上 更是有一个圆圆的赤红的凸骨 至于那名刚才 变身怪鸟的灶袍青年 额头上则多出了一个小小的黑角 嘴边并露出了数寸的一对獠牙 至于围观的上百名非灵族人 也大多呢 和人族有一些不大一样之处 只是有的不同之处甚多 有的只是一点点相依 但这些人都或大或小的 背后生有一对对翅膀 长些的 短些的 灰色的 红色的 等等等等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这些人呢 赫然都是非灵族人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785.com 被救足的天中弦魔神通 果然威力不凡 我领教了 落败的男子不甘的说道 性性的和同伴退回到人群中 还有哪位同道前来赐教一二啊 造袍青年不以为意 反而向下方的人群又发出了一声挑战 下方的非灵族人呢 一阵轻微的骚动过后 一时之间还真没有人马上站出了迎战 青年见此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刚想说什么的时候 忽然远方有人大声的嚷嚷了一句 哎 快看快看 最西面的三只啊 武光族 天旁族 还有翠荣族的圣族也来到了 一听这话 下面的人群一愣之后 嘴就嗡的一声啊 议论纷纷起来 有些好奇之人 甚至啊直接转身向远处飞去 着眼之间 此地方的人就少了一小伴之多 空中的造袍青年 听到天鹏族等字眼 脸色微微一变 就不作声的飘落而下了 同一时见 在离飓风百余里外的地方 数十余头外形各异的剧情 外夹杂一条体长二十余丈的赤红飞蟹 正并肩朝飓风这边飞来 那些剧情当中啊 有几头通体雪牌 上面男女各异 正是从天鹏族圣城出发的一行人 韩丽其在一头剧情当中 天鹏族一行人 除了包括韩丽在内的三名圣子之外 还有金岳这名大长老 和那名神秘的石长老 史虚老者和美妇则留守在了圣城 此刻和他们在一起的 还有另外两群服饰和形貌不同之人 一群头发身子皮肤淡红 另一群呢和翅膀稍小 服饰艳丽 看样子外貌 正是翠荣族和武光族之人 不过相比两族啊 天鹏族区区五人 却显得人数太为单薄了 新长老啊 看来玉航顶的这位长老 应该知道我们到了 连迎客的灵艳都放出来了 一名容貌俊孝 服饰艳丽的少妇 一笑说道 在远处飓风上空 浮现出一朵朵五颜六色的巨大的光叶 翻滚胶织闪烁之下 将半边天空都染成了彩霞一般的灿烂啊 如此惊人的景象 即使身处百里之外 他们这一行人仍能看得清楚异常 此当情形 我等又不是第一次见到 时间过得可真是快啊 一转眼又过去了三百年 祝兄重临此地 是不是也有什么感想啊 金月应了一声 转手出那名肌肤火红的老者问了一句 能有什么感想 除非我等能修炼成真灵之身 或者非生真仙之戒 否则的话 稍则数千年 多则数万年 你我都不过是一杯黄土而已 各族的兴衰交替也是一般无二的 在下数日前所提之事 金长老考虑的如何了呀 那名老者面无表情地反问道 我们天鹏族现在的确比以前弱小的许多了 但是本族从上古时候言传至今 是族中年代最久远的起执之一 岂能轻易地丢弃自己的传统 投入他之怀抱 助兄在图中提的合并之事 我考虑再三 只能婉拒了 少女呢 磨光一闪 淡淡地回应道 是吗 我没记错的话 在上古的时候 贵族十长老所属的乌灵族 似乎也是贵族鼎盛时期吞并掉的 如今贵族已经衰弱了 并入我等强族 再给其他族群空出主之位子 这也是天经地义之事 金长老何必说得如此严重啊 助兄老者冷冷一笑地说道 乌灵族之事 既能和现在的情形相比 当初的乌灵族 不光是族中圣主全无 而是本身面临强敌压境 是主动要求加入我族的 本族可从来没有胁迫过呀 少女轻描淡写地说道 哼 当年发生知识如此的久远 谁知道事情的真相 到底是如何的 既然贵族正式拒绝了本族的好意 那只有看贵族的圣子能否通过在地渊试炼了 否则就休怪我等几族向联席长老会 发起强行拆解贵族的提议 不要忘了 对贵族大感兴趣的可并非我赤荣义族啊 嗯 祝姓老者黑黑一笑 祝姓啊 贵族已经是我们七十二支排名前三的强支了 何必非要如此咄咄逼人呢 一定要吞并天鹏族 难道贵族还真有心思想要力压群雄不成吗 俊俏少傅眼珠一转 娇笑的说道 求夫人 你可不要信口胡说 本长老什么时候说过要对九月族不敬的话语了 祝姓老者一听少傅此言脸色大变 异口否认啊 少傅一笑 刚想再说什么的时候 远处飓风方向 却忽然传来了一阵鲜悦之声 接着天边灵光闪动 大片彩霞滚滚而来 几人一下子闭嘴不言 整支队伍更是停下了顿光 悬浮在了空中 一眨眼之间呢 彩霞就到了几人高空之处 一顿之下 从里面一下子走出了十名服侍各异之人 大半都是白发苍苍 老太隆中的模样 罕见诸位长老 金月和助姓老者等人 一见这十人呢 却已经纷纷的从座际上跳了下来 冲十人身识一礼 韩丽看到这儿心里也是一惊啊 看来这十个人可是通天的大角色呀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九百二十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